继续关注孝星评选活动 24个孝星的故事 今天我们要认识的是兵儿子袁涛 我们以后还来吗 我坚定地对他们说 放心吧 我来 一定来 身为一名军人 我不能时常陪伴在亲生父母身边 我就把两位老人家 当成自己的亲生父母 我把我的电话号码写在纸上 让他们有事的话 可以给我打电话 我结婚的当天 我把老人接到我结婚典礼现场 我和我的爱人 向两位老人进场 并且我们俩大声地叫爸妈 两位老人一边捧着我们的茶 一边笑得喝不容嘴 当一个兵儿子 我觉得很高兴 很自豪